大家好 上過我高級班的請舉手 先讓我知道 沒有 大家都上初級班 直接來 上過高級班沒有 都沒有 非常好 非常好 隔壁有差不多四五百人在那坐 穿西裝打領帶 都準時上課 他們上課秩序非常好 拜林就成為他們其中一份子 當然我們有過渡時期 我就這樣馬上誇張 摸起來就變成這樣 但是大家要心理準備 我先講一個輕鬆的故事 你知道 有人有一種病 就是他腦部哪個地方壞掉 他會以為他自己死掉 其實他是歪的人 他其實是活的人 他因為得了那種病 會覺得自己死掉 這真的有醫學上的case 而且好幾個 有一個人就是這樣 他明明活著 可是他覺得他死掉 他跟旁邊的人都跟他講說 我已經死了 明明就好小好小跟我說話 哪要死 就挑戰他 後來就建議他去看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 你跟他講說 從各種金像 也有心跳 也有什麼 都是活的 病人說 沒有…我已經死了 最後 經過看了幾次精神科醫生以後 他們兩個病人跟醫生 都達成一個共識 什麼共識 大家都同意說 死人不會流血 死掉的人不會流血 你們怎麼知道西人不會流血 什麼西人不會流血 什麼西人不會流血 死掉的人 蛤 不是啦 你把豬下去 掛掉為什麼不會流血 不是年苦 還不夠年苦 我跟你說 心臟停止了 沒有壓縮 那血就不會流出來 所以血就流不出來 就算你刮它 血也不會出來 因為沒有新鮮的血 我們的流血 外人的流血是因為 心臟在幫忙 有壓力 要再跑出來 病人也同意 說好好好 這樣我知道 醫生說 現在我要把一支針給你塗下去 塗下去 如果火流出來的話 就證明你是外的 你又不能再說你死人 就說好啊 好啊 沒問題啊 醫生就拿 就把針拿起來 來 趕快就做 我們上課就是準時 以後要把養成好習慣 上課就是準時開始 然後那個針 針拿下去之後 火流出來 教理說照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 合理的推論是什麼 你沒有死嘛 結果那邊的人說 他的結論跟醫生不一樣 他說什麼 原來死人也會流血 聽得懂嗎 他的結論跟醫生相反 同樣前面都同意一件事情 就是同樣我們跟台灣人說法例 結論應該是往另外的方向 結果當然往另外的方向走 很有意思 這很奇怪 所以我要再說另外一個故事 過期沒說的 有些人知道什麼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知道人誰給他手 只有一個人兩個 三個 你們是學醫的嗎 有學醫的嗎 誰講的 先把我講去了 最後怎麼 他有講這個 可是一定沒有講一件事情 怎麼幫這些人走出來 有沒有講 你看 我講一定有包括解答 解藥在那個地方 好啦 你們都知道什麼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一群被綁的人 愛上了綁匪 情感上認同 不願意出庭作證 說他們做壞事 現在問題來 你如果是醫生 是要怎麼幫 養剛才那個小的 想說自己死 你要找一個方法 跟他有一個接觸點 才能把他說服給他 走出來 一樣 這一群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人 如果是台灣人的話 你怎麼讓他走出來 我們先不講到台灣人 那是太大 那是太親 我們說簡單的 這一群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患者 你怎麼幫他 在臨床上怎麼幫他走出來 有沒有建議 有沒有 有沒有答案 他卡在裡面 他卡在過去的經驗裡面 他有幾個前提 才會產生這個症候群 第一個 你在裡面那一段時間裡面 不能跟外界接觸 對吧 你要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跟外界接觸 所以他不曉得 外面怎麼看這件事情 他都在裡面 第二個 還有什麼 他的資源 因為喝水要吃東西 叫他控制住 限制住 由他來分配 他變成施恩惠者 明明是施暴者 在他的mindset裡面 改成他是施惠者 我對你比較好 我看你比較喜歡 我給你多一瓶水 我給你多一塊麵包 你開始分配 配幾 配幾之後他會覺得 他對我比較好 慢慢跟他分享故事 這個情感上就認同 所以最後才會產生這個 一連串 你剛才講的 施德各摩症候群 你明明是被害者 可是因為人家施以恩惠 分配恩惠 之後你就進入他的場景裡面 就走不出來 你要怎麼走出來 我跟你講 簡單幾件事情 當然你要給他 他當時外界世界的訊息是怎麼樣 對不對 當然要有facts 事實 然後慢慢跟他用理性的分辨 還有對照組 一步一步跟人家施出 情感上 它是叫trauma 就在一個很激烈的狀態底下 所以那個時候 他的吸收 我現在不要講太深 講太深 我發覺大家好像有點off掉了 下午要吃飯盡盡了一堂課 台灣以外大家都講得都很清楚 只有我們台灣人不知道 很奇怪 很奇怪 法理對於出國留學回來聽了一下就懂 可是就從小在台灣教育底下長大 都有困難 但是在座各位不一樣 你們聽到 就有趣 還願意走來這邊再上課 這表示你們在 英文有個字叫discernment 分別是非對錯的能力上面 比一般人強 一般人寧可相信他所看到的 他不願意想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我這就不一樣 我們為什麼要在這邊 民政委員在講課的 其中主要原因是 這個不是透過強迫的方式 把大家人叫出來 而是透過說服 persuasion persuasion就是我慢慢說服你 跟你說到哪裡 牽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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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用胸的 不是跟你撞 跟你打 跟你嚇嚇 不是這樣 是一步一步改變你的thinking 你的裡面的mind 你的思考 是透過persuasion 說服的方式 所以在那邊 黑市名在這裡 說這個 說這個 這個切入點 從那個切入點一直來跟你講 我今天講的一堂課叫台灣使節 在這一些大串的裡面 當然有一個叫做 史觀 觀點 這觀點就是我們 試圖把它從裡面的觀點 帶到另外一種觀點裡面 他在看清楚他原來的情況 那這裡面對台灣人最大的限制 就是台灣史這個東西 過去我們去由 旅王政府跟你弄的這一套 假的台灣史歷史觀點 被混淆了 其實我們卡死在這件事情 我今天就針對這件事情慢慢講 那我切入點跟你們 以前看歷史是不一樣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這張圖看得懂的人請去說 看有這張圖的請給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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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你都會牽著 欸 有人沒有舉手是怎麼回事 是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在看 一定要看喔 因為接下去是三張圖會連在一起 這張看完了對不對 你看沒有 還是有 但是你看到了嘛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 好 下一張 第二張 這張看有的人請給他手 這張看得懂請舉手 看得懂 喔 真好 看不懂的人請舉手 只有一個人看得懂 其他人都看不懂 那我就問其他看不懂的人喔 我不問看得懂了 再問一次 看得懂請舉手 很好 然後看不懂請舉手 我現在只要問看不懂的人 看不到的 好 一 二 四 三 四 五 五個人看不懂 好 我只問這五個人 其他人不要回答 你看懂就不要講話 看得懂喔 來 請問這次的話 飛機大砲嗎 問看不懂的人 不是 那你為什麼搖頭 你看得懂嗎 你知道他不是飛機大砲嗎 請問他是畫男生嗎 不是男生啦 表示你看得懂他的性別 裡面畫了幾百個人嗎 還是畫五個人 對啊 你看 人數也知道 性別也知道 還知道是人 你就看得懂了嘛 沒錯吧 剛才拿去看不懂的人 你現在是不是要重新再思考一下 到底看得懂看不懂 看得懂對不對 你已經screen out一些不可能的答案 你已經看得懂 不要講說程度 完全了解他的繪畫的目的是什麼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看得懂啊 in some sense 你已經到一個水準以上了 你看得懂啊 你已經認出他是人啊 人數啊 他不是在描寫大自然 他不是在描寫其他東西啊 只是他看 先不用講到表達 我沒有要講表達 我只是講說 光從認知 認知這個點上面 你已經認知到相當大的訊息 對不對 沒有錯 只是他跟你過去經驗裡面 所看到的不一樣 如果是女人的話 跟過去看到的女人不一樣 圖畫裡面接受到的不一樣 第三章 這都看得懂吧 這看不懂的話請舉手 都看得懂啊 這就是相片嘛 一般的相片就是一個人嘛 活生生的人嘛 不是活生生的人 就是威脅雜貌的嘛 還有天使嘛 這都看得懂啊 那為什麼剛才前一章 大家有人說看不懂 那這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這是1751年畫的 再上一章麻煩你 這1907年畫的 一百多年前喔 你們阿公阿嬤阿祖那時候 畫的人畫喔 他的名字叫做皮卡索 皮卡索畫的畫 你現在一百多年後 還看不懂 表示你什麼 你的藝術欣賞水準 停在一百多年前嘛 真的嗎 百多年紀 古人畫的東西 看不懂耶 表示什麼 你的藝術教育缺了這一塊嘛 你看不懂 你沒辦法認知 這一百多年前 人家外國人在欣賞東西 看不懂嘛 我說皮卡索的東西 丟在地鐵的話 大家都掉下去 想到在黑白做的 在做什麼 一幅畫上億美金耶 你要把它掉下去 台灣人沒有這個欣賞能力耶 為什麼 我們的教育嘛 美術科都送去做數學科技 對不對 你根本沒有藝術欣賞能力 藝術欣賞能力還停在百多年前 了解齁 來 下一個 來 再下一個 來 那我給你們一個解碼器 簡單的看你就看得懂 這叫做單一觀點 就我看一個東西 我在畫的時候 我站住 坐住不要動 或站住不要動 你看東西 結果是這樣子 像你照相一樣 你照相一邊一邊跑一邊照 那個形象會這樣 跑掉 所以你一定要不動 第二個是什麼 就像一杯水 這樣也是飲料罐 這樣也是飲料罐 是不是都一樣 不管哪個角度看都是一樣 都是同樣這罐水 只是他看的觀點不同 你也可以說 我只有長得這個樣子嗎 這也是我 這樣看也是我 所以呢 同樣一個人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同樣一件事情 把所有不同的觀點 全部加在同一個位置上面 按照比例 把它抽在一起 變成一個人的樣子 這樣看有 我們知道怎麼看 很簡單 如果這個觀點再多一點 到幾百個幾千個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回去了 這樣會看 但是不管這是採取單一觀點 或多觀點 或非常多的觀點 不管怎麼講 每一個觀點他所畫的話 都有一個字 我先帶一個字 待會再講 叫 consistency 它整幅畫裡面都用採取 同樣的態度去面對它 如果但是這麼多觀點 就是這個態度 從頭到尾都是一樣 如果是這麼多觀點 就是從頭到尾都是很複雜觀點 如果是單一觀點 從頭到尾都是單一觀點 也就是說在一個系統裡面 它有一個叫做一致性 這個系統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一致的 它不會動一個態度下一個態度 來看下一張 OK 這就出來了 一個多觀點的立體畫派 加上一個 皮卡索那個年代的立體畫派 加上寫實的單一觀點 這就在系統裡面有矛盾 對不對 它沒有一致性 它在一幅畫裡面沒有一致性 一下跳這個 一下跳這個 跳來跳去 當然有人講說那叫拼貼 但是我不講那個 這個就是不一致 好啦 下一張 好啦 我們現在要講一個概念 Hozok 法則 我講的法則 The law 不是在講法律的法則 現在是放諸宇宙都準的道理 比如說一定義 萬有引力 不管只要在這宇宙裡面 只要兩個物件就產生萬有引力 放諸所有宇宙接準的道理 你只要在地球上面 它有一個法則 比如說一定有地性引力 所以你不管是走路還是做什麼 都要考慮到地性引力 沒錯吧 你從樓上 101上面要走下來 可不可以直接用跳的 你要考慮到地性引力 沒有地性引力就可以這樣走 因為它不會把你吸下來 你不會摔死 現在知道嗎 有法則 這個東西我現在才講的法則 是大自然的法則 只要你活在這個系統裡面 你就受限於這個法則 對不對 沒錯 你是人 時間到就會死 你是人 你是個人 你是個物件 就會受地性引力的影響 對不對 人就是有男有女對不對 都手 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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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自然裡面就這樣子 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都是一樣 目前為止我們觀察 未來不知道 但目前為止都沒有什麼變化 有法則 所以你所有的法律 如果要制定的時候 一定要考慮這個原則 就是我要配合這大自然的法則 但是我的法律制定 如果不配合這大自然法則的時候 會怎麼樣 碰撞 衝擊 那是誰倒楣 不會是大自然倒楣 不會是大自然倒楣 是你倒楣 我倒楣 對不對 當你要跟大自然做挑戰的時候 是人倒楣 不是大自然倒楣 你要破壞的時候 最後你就是被大自然消滅掉 因為那個法則是宇宙性的法則 所以人寫法律 也要考慮到宇宙性的法則 所以我們所謂的法律 你要知道它的 root或者它 base是什麼 就是nature law 所謂的法律的基礎叫做自然法 我們一直不曉得什麼叫自然法 很簡單 就是大自然 你所有人類設計的法律 都要考慮到大自然法則 包括我們國際法 國際公法 這些都是基於這個 基於這個 人有公平的觀念 所以我們來制定所謂的公平交易法 如果每個人的公平觀念不一樣 世界上的人公平觀念不一樣 你怎麼制定公平交易法 他會問你什麼叫公平 對不對 可是很有趣 全世界不管你是黑人 白人 還是東南亞人 哪裡人 都一樣 對公平的觀念是一樣的 你會覺得很奇怪 只要你是人 就知道什麼叫公平 什麼叫不公平 你不然就真的被人騙了 就算他教育水準不高 他也知道你在騙人 後面請安靜好嗎 我站在上課中 不好意思 我跟你講這叫做公平的法則 來 我被打斷了一下子 我要休息一下 來 後面可不可以 我正在上課中 要討論 待會下課再討論 那這個法 所謂的大自然的法則 裡面還有一個原則叫什麼 剛才講的那個字叫 consistency 就是任何一個形式系統裡面 不含矛盾 不可以有 contradiction 就像剛才一下子跳多觀點一下 不同觀點它產生矛盾 那就不成為一個系統 就被破壞了對不對 然後呢 舉個例子 像人一樣 我是一個人我穿西裝打領帶 今天走來這邊 我左腳穿皮鞋 如果我右腳穿高跟鞋 你會覺得很奇怪 很好笑嗎 這個人不一致嘛 然後我開車剛才高速公路開來 如果一下二十一下標兩百一下掉到 然後我的心跳一下跳兩百一下跳 不一致嘛 這就是亂了嘛 這個系統產生問題了嘛 才會這樣子嘛 那只要系統是正常 它就是consistent OK 放諸事來接著 我再舉個例子 一個在一個部落裡面地位越高 不管部落或團體地位越高的人 我們現在 我剛才refer到行為 地位越高的人 他是不是對每一個人的態度都要一致 越丟落 人家處理糾紛 我對這個人處理的方法 跟對這個人就一樣 要照公平 沒人會反我嘛 你什麼資格當老大 對不對 你要當老大 你要有公平啊 你這個 而且你做事情 五年前 十年前 跟現在都要一樣嘛 你照材料做老大 人家都會把你尊當做老大嘛 你知道嗎 這叫做他的行為 他的判斷要有一致性 好了 現在下一個問題 美國就好像這個地球 這個世界的老大 對不對 美國你既然要當老大 你必須要有一套標準 是全世界大家都會遵守的 美國說我要遵據國際法 我要真正戰爭法 你就要照著做啊 你不能跟他對台灣人 不是這樣啊 所以我們在法序就去告美國了 因為美國在法律這上面有 consistency 所以你指出他的矛盾之處 他就要修正 所以你可以在他法律系統裡面告他 美國你講說條約 treaty的位階 跟外國訂立的 treaty 位階是跟他們的憲法 constitution 是同位階的 同位階 在他們憲法裡面是規定同位階的 那你為什麼可以不看 7-8-0 treaty 而只是去制定一個台灣關係法 來取代 試圖取代 所以你指出他這樣的矛盾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改了 對不對 來 後面儘快坐下來 我上課的時候門就關起來 我要上課我就希望專心上課 因為我的課require很多attention 就是注意力 因為它是一個思辨邏輯的過程 它不是跳來跳去 不是訴諸你的感情 民政委在這邊講 我們只講歷史上的事實 文件 邏輯的推理 就這麼簡單 你如果是頭腦清醒的人一聽 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根本不需要跟你畫一個大餅 叫你去追求 沒有 跟你講這些東西你就知道了 回到這個東西 我剛才講的一個叫integrity 就是一個人的行為表理一致 比如說我這個 嘴說一頭 我做另外一頭 就是我的內外沒有 consistency 我這個人就沒有integrity integrity的相反詞是什麼 這個字 完整性 沒有這個完整性的相反詞是什麼 dishonest 不誠實 另外一個比較壞的字叫hypocrite 這個人是偽善者 你如果在美國罵人家 你是偽善者那不得了 或者說你這個人沒有integrity 那個是對他人格最大的侮辱 這台灣也是一樣 後面可不可以叫他不要開開門關門 我在上課的時候就是上課 門就上鎖了 一直探進來探進來 我沒辦法上課 要上課就是上課 時間到門關起來鎖上就好了 可以嗎 可以這樣子嗎 我知道門把它鎖上好了 我們這邊上課要有上課的規矩 我這樣子沒辦法上課 好啦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integrity跟 consistency 就講完了 然後我們再講下一個 我今天這樣子不打擾太多次了 來 下一個 所以我們在觀點在改變的時候 有一個字叫做paradigm shift 就不同系統轉換 你上課可以打課稅都可以 就是不要打擾到其他人上課 這樣就好了 剛才從單一觀點轉到cubism OK 下一張 這張我把它講得很簡單 圖一下你們可能雙雙看 我簡單的跟你們講 基本上講台灣 台灣貴旗在部落形式 四萬年前 四百年級 我待會慢慢給你們補這些資料 四萬年前 部落形式 後來我們這裡面的部落形成 一個大部落叫大渡王國 至於時間多久不知道 到後來幾百年 最近幾百年 西班牙 荷蘭 大清帝國 以掠奪者的姿態進來台灣 掠奪者 我講清楚 那個都是terminology 定義好 什麼掠奪者 掠奪者公開派遣的就是 只要你的人不要負責任 男生對女生性需求 但是不要娶你 了解 就是這個意思 我用這個來比喻 什麼叫掠奪者 掠奪者就只要拿你資源走 不要把你變成他的國名或成名 因為一旦成為他正式身分的時候 你就照顧他一輩子 對不對 你娶來當老婆 我就會照顧你一輩子 你不可以這樣 對不對 所以台灣過去就好像 竟然爭奪了 這掠奪者 你站來台灣那麼多年 幾百年 你有建設什麼嗎 你有把你的資源過來建設台灣嗎 有把台灣人當作你的臣民嗎 我們被欺負的時候 你有派兵來保護我們對抗外面的人 沒有啊 這樣來了解這個概念 那是掠奪者 所以這叫殖民地 掠奪者對殖民地的態度就是不負責任 他只要你的資源 他想辦法把你 就把你養大也是要你的資源 再來到後來 這些掠奪者之間會競爭 打一打去 都唱來唱去 唱到一個程度 最厲害的拿在手上 就是大日本帝國 打敗了大清帝國 他是有合約的 他真的正式條約幫你牽進來的 真的把你正式合約幫你錄他的集 那接下去一步一步的要 最後是怎麼樣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1945年4月1號 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在台灣 從此開始台灣人 正式歸屬於大日本帝國 名正言順把你取來了嘛 對不對 你就要對台灣人開始做所有的事情 包括建設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時候叫做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過期不管是大清帝國 還是中國聯合系統 有人告訴我 徐老師 雖然你這樣講 請問現在為什麼講中文呢 我想要接受中國式的教育 開始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戰敗 在這過程當中 大日本帝國跟美國打仗 被打敗了之後發生一件事情 美國發覺這大日本帝國系統 實在是很厲害 所以來的目的是什麼 破壞你的大日本帝國系統 怎麼要破壞 就讓三流 四流 末流的系統進來 來統治你 他自己都不想沾張 對不對 所以那個系統進來就是要破壞 以前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使它不發生作用 如果能夠發生作用還得了 有機會還會再挑戰美國 所以那時候大日本帝國 為什麼會把中國流亡政府的系統 放來台灣 其中一個目的也是在這裡 我沒有講全部的目的 其中一個主要目的也是在這裡 現在知道了 那他們這個系統進來的時候 是什麼 過去大清帝國進來的時候 起聲起床 起床 抽水 貪污 起聲起床 起床 抽水 貪污 就這幾樣而已 就進來台灣了 其他沒有 我以後再慢慢補充更多 之後中國流亡系統 這個還不是現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系統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 這個系統裡面 叫我們打拆的流亡的到台灣來 還是這個更古老的系統 現在這中華人民共和國 已經文化大革命了 把以前的舊文化砍掉了 這個砍掉舊文化居然在這邊 落地生根想來這邊 所以帶著他們什麼 媒體語言教育信式宗教進來 現在台灣 所以我們現在是受這個影響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把法律拿出來說 你佔領我不可以叫我去買武器 你佔領我不可以改變我的語言 你佔領我不可以叫我去拿你的護照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國籍 你不可以讓我的小孩子 接受你的教育 你佔領了 這是有事關人權的問題 他非走不可 所以美國會處理這件事情 這時候這個系統要離開 可是台灣人有一部分很寂寞 半條條還想跟著過去 所以這個 我現在只是把整個故事架構 大概講給你聽 這樣子 我之後再慢慢補一樣一樣的小東西 就像八爪章魚 現在還是掐住我們的眼睛 下一張 OK 本來是FOMOSA系統 大日本帝國系統 過張美麗堅和中國 破壞先前系統使它不發生作用 OK 然後系統內部 對象是系統內部被統治的人民 在思想上 以特定的史官掌控歷史解釋權 為了維繫統治資格 以史官建構法律規範 接下去 系統外部 流亡中華民國系統 是企圖在不屬於它的領土上 從事破壞 為了建構對它自己有利的虛構系統 如何證明它是虛構的系統 因為一旦出入台灣 國際組織國旗國號都不管用 就是這樣 我剛才說 你只有離開這系統 才可以證明這系統有沒有問題 你如果在系統裡面無從證明起 所以後來我們那些出國之前 我以前多好年前出國 那時候還送到建坦去受訓 思想教育 怕說你出去後 好像飛出去的鳥 沒有錯啊 每隻飛出去都不想回來 除非回來還有好處 出去的人就說根本就不是這個 你只要離開台灣 就知道這個系統有問題 現在知道了嗎 來 下一張 認知的觀點 先不講那麼多 來 下一張 我講快一點好了 所以事實只有一個 Event 歷史上發生的事實只有一個 可是觀點很多個對不對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北美的印第安人有印第安的觀點 北美也有白人的觀點對不對 沒錯吧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你的觀點這麼重要 不一定 OK 誰搶誰的觀點決定 比如說我男生跟女生結婚 每個人都帶著他從小長到大 還沒有結婚之前的觀點 都是他以前家庭的觀點 兩個人結婚 第一天吃晚餐就出了問題了 菜煮好放在那邊 然後先生說 我等大家到期才開動 太太就說 沒有 我們家做生理的 哪有在條說 等到每一個人坐到這開始去 誰人身高先吃 他就一邊煮菜一邊叫他 你先吃先吃 這樣就可以吵架了 沒錯吧 因為他們都有不同的觀點 不同價值觀點帶進來 強蹦了 衝突 衝突的結果是什麼 要compromise 要調節出一個結果 如果調節不行的話是什麼 就衝突 衝突完了以後就是 一定有一個贏過另外一個 要不然就離婚收藏 就這樣子 如果北美的印第安人 繼續堅持他的觀點 結果是什麼 他就有這種消滅掉了 沒錯吧 你我在座各位都沒有人可以寫史觀 是強者來寫歷史 來定義過去發生事情的意義是什麼 輪不到我們來寫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在他的系統裡面 流亡中華民國系統裡面 他的史觀 他是特地包裝寫給你看的 叫你去相信這套系統 所以有的人講 徐老師供歷史做什麼 我想史觀很重要 我們一起來注意這句話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我再念一次喔 史觀很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我們的命運 現在就是了 你現在還在用中國 我講一個例子 剛才講過 先不講這個好了 以前不是有個 不知道哪一個學校的教授 台西十幾萬人 十幾萬人不算什麼 有沒有聽過 這樣的話對不對 他講這個話對不對 對台灣人說當然也不對 但是他講這個話 他是中國人的觀點 支那人的觀點 你又不是他的百姓 不是他的人 他在台 親親在在 他自己中國人都不這麼秀名 他們隨便殺人的 來台灣也對同樣的態度 可是台灣人沒有多少人 我們過去在日本市台 每個人都有戶籍 你生誰 誰生 誰生你 你生誰 是在戶籍系統的記載 中國哪有什麼 沒有這個能力做戶籍系統 講到壞點就是這樣 在大清帝國統帥 沒有這個能力去做戶籍系統 每一家都去調查的 日本人他是帝國主義 他真的是給你做調查的 那時候台灣人抓到監獄關頂 二十幾天就要放出來 不可以一直關下去的 沒有親親在那裡 讓台一個人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台灣人是臣民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臣民 臣民的態度 那你至於那些什麼 將軍還是什麼 他們是負責管理的人 他不是資產的擁有者 他是管家 管家不能隨便對臣民 就是天皇的子民 做任何的處置 了解意思嗎 一個是管理者 中國人都是外人 所以四萬名如草戒 一將功成萬古枯 親在於台 他也不在乎 所以他們寧可 挫殺一萬也不要放走一個 對我們來講寧可放走多少個 也不要挫殺一個 那個對法律建構起來的系統 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樣了解嗎 然後這個就 當然我們的小孩子 如果接受他的觀點 知那觀點 變成不算什麼 那就完蛋了 你變成你在跳到中國人的立場上 去看台灣人 看你自己人 他就透過教育給你洗腦 透過媒體給你洗腦 就是這樣子 覺得沒什麼 他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你成績何時 變成知那的人 就是透過教育給你洗腦 觀點這麼重要 當然重要 你被滅掉都還替對方拍手 被賣掉還替對方算錢 就是這樣 來 下一張 OK 所以中國流亡史觀 三個企圖 一個過去 未來 現在 過去就是要合理化 過去做犯的罪 比如228 賣給台灣人抬 這個在想掩蓋過去 透過史觀給你改變 改變你的立場 改變你的觀點 到最後這不算什麼 228放假 放假的時候我們的小孩說 明天228發生我們去哪裡玩 台灣人給我抬時間 現在必須放假 併了大家約會的時間 大家去派對的時候 我們去卡拉OK好不好 有沒有搞錯 他就是扭曲你 你對於整個228事件的觀點 把你顛覆掉了 顛覆到最後不知道這件是什麼事 變成是放假的日子 歡樂的日子 shopping的日子 你們都這樣記得 對不對 掩蓋過去的觀點 他就是史觀給你改 第二個 設計未來的東西 建議就說 就不講 建議就要說什麼 你怎麼打密約 開羅宣言 都不可以跟你說 舊金山合約 可是真正跟台灣有關係 就是舊金山合約 真正決定台灣前途是個合約 兩個嘛 一個是下關條約 一個是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也是舊金山合約 就是兩個而已 跟台灣這塊土地的擁有權有關 只有這兩個 其他沒有啦 其他都是宣稱 他就不要說這個 為什麼 這會影響到他政權 所以他整個流氧史觀 是被扭曲的 待會再講更多 當下利益 就跟你說 我們要保護台灣 所以你們要花錢買武器 這麼簡單 可是真正保護台灣的 不是他們 以他們的能力 根本沒辦法保護台灣 說要不要這樣 它是什麼東西 什麼中華民國國軍笑死人 沒有能力 是美國第七艦隊在保護台灣 是美國人在保護台灣 美日安保涵蓋台灣 大家知道了嗎 從以前到現在 軍隊武器也是他供應的 你憑什麼說你保護台灣什麼 來 下一個 所以觀點當然重要 史觀決定一切 好了 當中國流氧史觀面對國際大國史觀的時候 怎麼辦 這個是中國史觀 他們動不動去想 自古以來 台灣是他的歷史觀點 從歷史角度 不是從法律角度 台灣史觀更糟糕 宣言高過條約 可是當他面對這個 大部分世界國家的時候 是什麼 國際共同接受的觀點 就是按照國際法解決問題 台灣世界會大亂 大家知道嗎 這是國際的觀點 過去他不讓你知道 國際觀點是什麼 硬是要講他的觀點 來 下一張 所以我今天的課程目的是什麼 幫助台灣人從支那系統裡面走出來 吃得歌爾摩症候群 是一個系統 從那個系統裡面走出來 怎麼辦 很科學的 下一張 這個可以看嗎 這四張圖哪一個最清楚 Perspective叫做透視 你怎麼看一個東西有沒有透視 大家都有答案都一樣吧 最左上角這個看最清楚 什麼叫透視 近的大嘛 中間中間嘛 然後最遠的小 你看透視再看得清楚嘛 好不好你會灰氣嘛 你對這個他所描述的空間 都看不清楚嘛 比如說三個都一樣大就看不清楚 你有沒有知道遠中近啊 這個也是這個 我畫這個圖目的是讓你看 歷史是怎麼被扭曲的 你如果歷史 怎麼描述歷史 有個正確的史觀的話 你看歷史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翻開我們的課本 小學 初中 高中的歷史課本 大量的在講中國歷史就是這樣 過分放大部分歷史 時間沒有多長 硬是要講那一塊 甚至要跟台灣 台灣已經四萬年了 在這個讀題上 西班尼亞 其他歷史都沒有在講 日本歷史在那邊點一下 而且還給你扭曲 就是這個啊 他就故意扭曲歷史 讓你看不清楚整個歷史 是怎麼在發展 下一個 好了 科學 在法庭上講證據 證據有好幾種 有A級證據 B級 C級 D級 D級的證據是什麼 比如說像這樣的 接近客觀 越上面越接近客觀 越下面越接近主觀 你只要講歷史就很主觀 講科學證據 比如說基本的邏輯推論 這種就是主觀的 物理性質 碳14 半衰期 OK 邏輯推論 比如說進化論是有贏 我還講 被當作真的在教 那就錯了 它叫論 論就是沒辦法被證明的 我們挖到的礦石 那個礦石都是點點點 沒有連成一條線 它硬是把它連成一條線 就最大問題 就中間的礦石都不見了 你很難說服人家是演化來的 所以人不是猴子啊 我們現在如今的DNA 也不是這樣子出來的 你跟猴子的距離太遠了 搞不好跟狗跟貓 還是比較近一點 來 下一個 物理性質 碳14半衰 你親在一起的人 說我家我家母奶一 然後這個有五萬年前歷史 親在公公 現在用碳14 把它照射之後 有一個半衰期 來測量五萬年之內很準 超過五萬年不準 這種就是科學證據 這個出來以後 就不是你隨便可以亂講 但是它對有機的東西 才可以有這種方法 有機是有含碳的 再來化學性質氧化 說我們這個地方發現一把刀 這個在表示這裡面的人 已經幾萬年已經用到了 不好意思 我去研究一下它氧化的程度 就不可能有幾萬年了 你就知道大概是什麼時候 有使用工具的技術 在考古裡面用到 另外一個DNA 這是最近很夯的 現在測DNA太快了 速度很快了 口腔裡面用一個棉花棒一刮 送到實驗室 不要幾天 把你的基因排序就列出來 幾億對 電腦就啪 全部出來 待會我會講這個 再來歷史文獻 歷史文獻跟文字記載又不一樣 歷史記載跟歷史文獻不一樣 文獻比如說條約 究竟我們條約要幾個國家簽 五十幾個國家 後來就四十六個國家簽 要這麼多國家都同意一件事情 不容易 你一個國家去寫歷史 很厲害 清災力下降 反正這國家是你在管 歷史你自己來寫 但是你要四十幾個國家同時 在這條約上簽字 那不是觀點的問題 這是大家的觀點 所以它的可信度一定比 一個國家自己寫的歷史文記載 有可信度太多了 所以我把它放在B級的觀點 第三個 然後C級 下一張 Historical document 文件 這跟下一個archive不一樣 來 下一張 archive就是收集資料 至於它的意義 需要令過再組織 我不要講太多 下一張 來 這個是什麼 你們自己上網都可以去查 很簡單的東西 國家地理雜誌 國家地理雜誌很有錢 他們最近做了一個project 叫Dr. Spencer做一個 叫做Genographic Project 它是透過人類的DNA 你知道DNA 我們在生下一代的時候 會複製染色體 複製染色體的時候 有時候會出差錯 只要有一次差錯 就是圖片的基因 這圖片的記錄 就等於一個sign 而不是一個記號 sign 就carry在你 所有從你這邊生出去的人身上 都有同樣的記號 你就證明說 我是從小人來的 查得到了 然後再變一次 接下去從他那邊出去 就這樣子 所以他用這個方法去追 人對都要來 就Dr. Spencer 他在全球 收集了到目前為止 將近70萬個樣本空間 70萬個sample而已 是很大的一個空間 足夠把所有人類 從哪裡來畫出來 所以他畫了這張圖 是什麼圖 叫做Human Migration Map 人類遷徙圖 狼對到來 透過這一張圖 就看得清清楚楚 你會看圖嗎 你就發覺 所有的人 都來自於哪裡 有沒有人看到 對家 你看 這線都是箭頭在這邊 後來回到源頭 都要走到哪裡 對啊 非洲 非洲 所有的人類 今天存在的人類 只有一個源頭 你不要講說什麼北京又有人 沒有的 現在所有的人類 你什麼幾十萬年挖北京 沒有人了 到後來就沒有人了 他沒有他的指示 現在所有的人類 都來自一個源頭 非洲 六萬年前 從非洲出來 拉班尼京 有的人講說 徐老師講到非洲有點遠 我從哪裡來比較重要 來看我們 我們從哪裡來好不好 這邊有一個數字叫M174 這邊有一條線 從非洲出來之後 然後走到南葉門 走到印度南部 走到馬來半島南部 爪哇 台灣 日本 朝鮮半島北部 然後再進入所謂的中原地區 你看看嗎 會不會看這張圖 人們從這裡走 從這裡走到這裡 所以 至於這邊 你看 所謂的中原地區有什麼人 歐洲來的 有中亞來的 有蒙古下來的 有南部上去的 幾個十幾種人聚集在所謂的中原地區 三萬年前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啊 中國人是雜種啊 中國人是大雜種啊 沒錯吧 十幾種人聚集在那邊 他們是雜種 那時候韓國人說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起到那裡 就有了 韓國人真的是中國人的祖先啊 他DNA是從這邊過去的啊 問題是 日本人又是韓國人的祖先啊 台灣人又是日本的祖先啊 馬來這邊又是台灣人的祖先 最後非洲是我們大家的祖先啊 給我看看 是不是雜種 是啊 沒有錯啊 你覺得好笑嗎 這是事實啊 科學證據啊 由不得你亂掰啊 所以誰數點望族啊 中國人數點望族啊 他沒有人 我們是他的祖先數點望族啊 所以你去拜中國人的祖先 你才是拜祖啦 台灣人去拜中國人 是他的祖先是拜祖 你知道嗎 台灣人去拜中國人 是他祖先才是拜祖 我們的祖先 在這個地方 到後來已經兩萬多年前 他們來的歷史 只有幾千年而已啊 不到一兩千年啊 來台灣才幾百年的歷史啊 你想到現在就在那裡 不對咧 我們祖先在這裡 早很久啦 現在知道了嗎 所以這個Dr. Spencer講了一句話 很有趣喔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人類的歷史 是記載在我們的 血裡面的DNA裡面 沒辦法你親才會不會說啦 不是去編故事啦 要套你 說什麼自古以來 賣來那裡 我現在也講自古以來 就四萬年前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蒙古 蒙古是你的祖先啊 自古以來 你是從別的地方去的啊 你是大雜種啊 沒有錯啊 沒有所謂的漢人的基因啊 如果有漢人基因 麻煩你定義出來 說有下列基因排序的 叫做漢人 然後我們就開始找 抽你的血看你是不是漢人 但是我們的基因是很清楚 M17世後代的基因是很清楚啊 也不用抽血 我們就用Q-tip在你的口腔 你就知道你是誰了 所以林瑪麗醫生 在這個大架構裡面 A級的證據出來囉 這是A級的科學證據出來 你不要跟人講人類別的故事嘛 這禁句沒辦法嘲笑 沒辦法你親切的說 下一張 誰才是純種啊 這還有時間 Time table 這是6萬5萬4萬3萬2萬1萬 你看顏色來對照 6萬年前在這裡跑 然後5萬年前4萬年前出來 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是這個顏色的 4萬年前3萬2萬 4萬年前到台灣了 4萬年了 已經4萬年了 所以我們古代座的很高興 就很驕傲 你自己的血沒跟外面混耶 你在島上已經住了4萬年了 為什麼 以前航海技術沒那麼發達嘛 你沒辦法跑出去嘛 你一定是在這個島上一直生拖 生拖4萬年 你的血沒純 真的混的是支那人啊 我們搞錯了 背座是台灣人 你去拜祖先拜中國祖先 你就是背座啦 現在知道了嗎 下一張 好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星期五碰到你 你就在星期五 誰知道這個故事 什麼叫星期五 有沒有聽過 魯編孫漂流記 有嗎 有喔 沒有聽過請舉手 我再講一次 魯編孫漂流記 魯編孫漂流記 都去一個樹屋 就躺在裡面 躺在那裡 躺在那裡 當地的土豬早來找他 他看到那些人說 喔 我就要給他一個名字 拜五遇到你 你叫拜五好了 你給他的名字叫拜五 我在禮拜五碰到你嘛 你叫星期五嘛 你會不會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很好笑 為什麼是白人替黑人取名字 不是黑人替白人 你是外來的intruder嘛 你是入侵者嘛 是因為我取你名字 不是因為他 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不是的耶 那是白人叫他叫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自己不需要取名字 一個地方的人 如果自己自足 住在那邊很多萬年 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除非你開始跟人家互動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住在北美的地方 只有不同的族有名字而已 不同的部落 Tribal有名字而已 他不會針對整個北美洲 有一個名字叫印第安人 這是後來白人給他取的嘛 所以不是 哥倫布發現西大陸 你腦搞錯了 之前就老早就有人在那邊出 台灣老早就覺得 台灣的名字 母親的名字叫台灣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啊 怎麼會是 母親的名字叫福爾摩托小小 也不是嘛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沒名 這個多數在這裡四百年 你沒有跟人家外界接觸 就不需要有名字嘛 對不對 開始人家要入侵 你才給這個地方取個名 鋪到家的人 來看說好美麗的島 叫福爾摩托小小 知道嗎 不要死八的名字不放 我們本來是沒有名字 可是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跟外界互動 我們自己可以選名字嘛 叫台灣 就台灣意思 中國人啊 都在意思 難聽嘛 Vidamese 你如果叫福爾摩托小小 就是以後 如果福爾摩托小小 叫福爾摩托小小 自己選啊 自己選啊 這不重要啦 下一張 毛利人來台東尋根 八線傳家寶 這是一個新聞嘛 毛利人有師生 你知道 紐西蘭的毛利人來台灣 他們就老師帶著學生 來看我們家的美術館 給我女學生配戴玉器 看著那個美術館來看 看我這一模一樣 怎麼回事 你不用驚訝啦 你的人就是從我們這邊過去的 我已經把A級的證據跟你講 接下去所有的考古人類學家 都要菲林多這個大架構 這個畫面要配進去 所以你看 毛利人原住民 然後許多的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認為他們是從 庫克群島 波西尼亞地區的來源 甚至於科學家發現 毛利人跟台灣的原住民的DNA 那些很接近的 不用很接近 就是我們這邊出去的 我們現在 這是以前的新聞 那時候他們還搞不清楚 有genographic這個畫面 這個圖一出來 打死所有的考古人類學家了 過去的假說都要推翻了 所以一般的考古書可以丟掉了 那些假說可以不要用了 因為科學證據出來了 所有你的資料都要配合這個大架構 你知道台灣人是誰嗎 知道了沒有 知道了沒有 我們是有一個種在這邊 有一個種 不要認錯祖宗 拜錯祖宗 來下一個 連生都不是人 下一張 你知道台灣人本來會生 我們本來也沒有什麼姓氏 什麼生蛋 生靈 那都是中國來的 我們剛才這個都市 上面的名字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以前的名字是 你阿公的名字 加上你爸爸的名字 加上你的名字 三個合作者 比如說Peter John Rock Peter是阿公的名字 John是爸爸的名字 我叫做石頭Rock 我生的兒子叫水 所以我的兒子的名字叫什麼 John Rockwater John Rockwater 就這樣啊 現在才三代 因為以前要繼承財產 只要追三代就好了 平均說明沒那麼長 你可以追到你阿公的財產 可以處理掉就好了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用這個系統 所有的高章 原住民的系統都這個 包括印度人類也是用這種系統 姓氏系統 是不是 identify 人 那中國那邊 那姓林 姓陳 那是以前的修台準 部落的酋長的姓 他給名字說我生的大人 我生的臨 我帶來帶去 結果台灣人都搞不清楚狀況 以為自己講了台灣人 台灣人就叫台灣人 你只講K位就VK人 你以為你說福建位就叫福建人 還是中酒 中酒 水材利 結果都不是 你就只有一種人 叫做M174的後代 都是古山做北部組的後代 想說那個議員就變成人 所以敏克洩漏 居然也跑來台灣 那是閩南人跟客家人修台 事情跟我們什麼關係 什麼地帶 沒有關係 你用那種語言你就替他打仗 不是蠢到哪裡去嗎 很蠢對不對 你還拜他的行 連行都從那裡來 都不是我們本土產的 不是從這個島上出來的東西 這島上四萬年了 因為他們是文化上的強勢過來 帶著他姓氏 我們沒有這個姓氏系統 我們是母系社會 帶著他姓氏 你怎麼變成爺的 有一點事情 現在看得懂嗎 以前叫什麼 國家第一雜誌 1920年的雜誌封面有些什麼 佛摩莎的Beautiful 美麗的胎 佛摩莎 剛剛有說台灣 沒有 他在紐約B2到轟炸台灣的時候 報紙上頭條有照片 上面有Tons of Explosives 佛摩莎 他是用佛摩莎 剛剛有用台灣 下一張 San Francisco Treaty 條約裡面寫什麼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rescadores Prescadores也可以 Prescadores 就是澎湖 Formosa 澎湖 看到嗎 下一個 OK 講到這個 我要講一個概念 叫做存在感 我們出生的時候 你們剛出生的時候 什麼時候知道有你這個人存在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有我這個人存在 你怎麼知道有我這個人自己存在 透過什麼 透過媽媽嘛對不對 我肚子餓了 我就好啊 媽媽又餵你吃奶 你就吃飽 吃飽以後就怎麼樣 你就開始有互動嘛 你才知道說有我的存在很重要 有人在十二道會給我高興 會冷我笑 爸爸的腰也給我吃飽 慢慢弟弟妹妹跑來跟我玩 後來爸爸跟我玩 所以我的存在感是慢慢建構起來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照顧好的小孩子怎麼樣 存在感就強 存在感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競爭力就強對不對 因為學很多東西 這樣的人就對社會有貢獻 相反的 如果這邊遇到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你剛出生的時候 阿巴多腰 彈嘴巴 阿巴 滲去背 小孩子會嚇一跳 這是什麼狀況 對不對 我跟你說 我以前到那個育幼院裡面 照顧小孩子 有時候辦很多活動 帶食物給他們吃 就有 在活動的過程當中 總是有一兩個小孩子 沒辦法出來 都在肚子餅裡面 好像把肚子餅也沒辦法出來 嘴巴繼續吃好吃的東西 就這樣出來出來出來 不要 他不需要你注意到他的存在 就很沒有存在感的小孩子 知道嗎 這叫做沒有存在感 後來才知道這些都是受虐兒 從小人去有靈體比較大人的 受虐兒都不希望人家知道他存在 沒有存在感 台灣人就是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大人的時候說 我是台灣人 嘴巴把你繩下去 我說台語 嘴巴把你繩下去 我是台灣人 嘴巴 我們在建構我們的存在感的時候 不僅被否定被虐待 而且還給你套一個名字上去 很可憐 我們在建構存在 所以我們現在 都是受虐兒的面穿 很可憐 我在講實話的時候 為什麼被否定 很殘忍的被對待 但是台灣人變這樣 是自己選的嗎 是我們自己選擇 要走這條路的嗎 不是啊 因為我們戰敗 我們打敗了 我們戰敗叫人靈敵 你知道嗎 可能啦 連自己的名字都說不出來 結果是 鬼 鐵力飛達你是什麼人 所以有人說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你看 為什麼 我想說鬼 那鬼名 中國流氓政府 為什麼我說 台灣的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是鬼 離開他本來的土地 領土的 來到另外一個地方 不是鬼是什麼 他本來的身體不呆 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不是他的身體 不是流氓政府 是鬼是什麼 死掉的政權 不是鬼是什麼 是不是 我現在要講一個故事 講到鬼 我就突然想到鬼附身的故事 以前在聖經上 有一個叫做格拉森這個地方 我最近才去沖淡 看到那個 鍾乳石岩洞就漂亮 那這個格拉森也是石灰 天然的石灰地形 一個一址一址 一個洞一個洞 後來 他們想說 這麼多洞很好用 人死後 整棵包包給它 丟進去就好了 就不用再做棺材 很麻煩 所以久而久之 這個整個地區 就變成有名的墳場 你知道墳場多 就是死人多 死人多是什麼 墳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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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鬼附身的事情就發生了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人 他真的是被鬼附身 只是被鬼附身 每天成天鬧 沒穿什麼 村子裡面的人 看到這樣子 覺得也不對 就用鐵鏈把它綁起來 綁起來的時候 他恐無有力 也不用吃東西 一三兩下 就把鐵鏈針斷 又跑回那個墳場裡面 每天去走 去走 那時候耶穌來了 耶穌來了 耶穌來了的時候 他看到耶穌就衝過來 說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還沒有到 你現在就來 難不成我現在下地獄 耶穌沒有說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 那個人回答不出來 最後他講說 我叫群 一群兩群的群 滾啊 這群啊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會替這個人回答 鬼替他回答 他講不出他的名字 是鬼替他回答的問題 耶穌說 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耶穌真理 鬼遇到 就這就冠走 他們就兩千 就旁邊有兩千頭豬 鬼就附到豬身上 兩千頭豬就衝到海裡面 全部淹死 這個人鬼跑掉了 他就恢復理智 他就把衣服穿起來 自己的名字就知道了 台灣人也是一樣 被鬼附身 講的是鬼的名字 鬼的名字 你不是中國人 你跟人家說 我是中華民國人 好笑 拿他的旗子搖啊搖啊 進聯合國 還比較慘 所以台灣人去有鬼附身 但是台灣 警力照出來 國旗法律 我們台灣的真理跑出來之後 鬼就要走掉了 對不對 法理的真理 法理是真理 出來他這個騙人的東西 就要走掉 就要離開了 被迫要離開了 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 沒有時候還可以待下來 鬼要走了 可是 現在是殺人不要讓鬼走 鬼要走啦 誰不希望鬼走 當機啦 當機 當機是靠鬼附身在探家的 鬼如果被趕走 他就沒有飯吃嘛 那誰是台灣人當機 中華民國國民黨裡面的本土派 民進黨 清民黨 台灣人在這裡 就是要企圖幫他的系統 在地合法化嘛 才會產生這個問題嘛 國民黨要走啊 他們也知道在跟本土派切割嘛 對不對 去年九月正正是不是跟本土派切割 切割就是要走啊 結果黑師妙要把他抓抓抓什麼 台灣人 以前透過做當機這件事 得到好處就不要他走啊 不要讓他走啊 所以他現在還是在幫這套系統 我又不講講 拜託我繼續講 因為我待會兒還有很多東西好講 來下一個 來 再下一個 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然後才發現自己的身世之後怎麼辦 喂 你們是王子耶 為什麼 現在你的身分你知道是什麼了嗎 不光有的人說 我現在就知道我是台灣人 我還需要我告訴你啊 不用啦 現在你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身分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嘛 你不是只是一個 M1742後代而已喔 你還有一個政治上的身分喔 你是正式是屬於大日本帝國的成名啊 阿公阿嬤那台地 你的戶籍成本一拿出來 辦過身分證的 就是讓你這個身分凸顯出來嘛 證明你是誰嘛 所以能夠在這邊 在座的各位 你的身分已經被確立了 過去看他 台灣不可能合在一起 這是土地上兩種人嘛 怎麼可能一起投票 他效忠的對象都不同耶 效忠對象不同 怎麼可能會有共識呢 不會有共識的 現在在這邊 在座各位都有共識啦 我們都M174後代為了保留我們的境 下來的嘛 現在知道了嗎 下一個 那怎麼辦呢 被抓到賊窩王子 現在下一步要怎麼樣 回到原點重新出發 回到哪個原點 回到哪個原點 我們戰敗那一點 回到我們戰敗那一點 過期我們台灣人 不願意承認我們戰敗喔 中國人來的 我們就 整個人都拼了 說我也是中國人 才有繞得今天這個下場 以前也叫王朝勤 美國人說 那你們是什麼人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是啦 你如果是中國人 就照中國人的態度來款待你 來處理你 就交給你 你是中國人啊 結果我們三台的 既然靈敵到這間程度 還搞不清楚 還在中國人 你會學 我剛才科學正氣就是 再給台灣人帶出來 搞清楚你到底是誰 搞清楚 來 下一個 戰敗那一點 承認我們戰敗 才有接下去後續 這些事情的發展 你如果沒有戰敗 就是因為台灣人承認戰敗 他才不敢對你亂來 知道嗎 你戰敗有戰敗者的人權 所以我剛才講說 我健敗但是你不會改我的國籍 你不可以改我的語言 你不可以讓我的小孩子 受你的教育 你不可以叫我去買武器 不可以叫我去當兵 這都是戰敗者的權利 但是你不承認自己是戰敗者的時候 你就沒有這些權利 他就把你當中國人 叫你去當兵 叫你去打仗 到你改變效忠的對象 要了解 你知道嗎 你如果沒有生前 你去台日本 地國的臣民 就沒有今天了 因為沒有這些人 他美國違法在哪裡 我告訴誰 你們台灣人在哪裡 你就躲到中華民國裡面去 你就去他的身份 全身上下所有的證明文件 只證明你是中華民國人 沒有證明你是台灣人 我有血 沒有尊神 不是血統 是我在 你們知道是什麼證明嗎 1945年4月1號 當時 在台灣的戶籍上面登記 有你阿公阿嬤的名字 還是他們的後代 才算是在政治上 定義出來的本土台灣人 你知道嗎 我說我還要說台灣的台灣人 不是這樣子的 你知道嗎 這定義是很簡單很清楚的 下一個 再下一個 我現在直接跳了 西班牙國家法院 19號根據普遍管轄權原則 對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前國務院總理李鵬等五名 中國前任高官發出逮捕令 理由是這五個人涉嫌 對西藏犯下種族滅絕等罪行 這將使得江澤民等人 如果走訪國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國官員車強硬回嗆 哪個國家受理此事將是自取其辱 有膽就來吧 西班牙是一個大國嗎 不是嘛 相當敢對中國人嗆聲 中國為什麼不敢對他怎麼樣 照理說你大國啊 大國的東西都不能賣來 我們也不會買你的東西 應該這樣嘛 為什麼中國不敢這樣 為什麼中國不敢這樣 有幾個理由 其中一個西班牙是歐盟的一份子 你剛才在這裡 你惹一個人你惹全部嘛 對不對 第二個 你就真的犯下種族滅絕罪行 你對西藏人就是做這件事 大量中國人跑到西藏去給他混啊 台東的中國人送去那裡 不用台了 現在的做法不用殺人 只要大量的中國人進去跟你混就好了嘛 台灣人也不用殺啊 大量的中國人進來台灣 幫你稀釋掉就好了嘛 以後還有台灣人嗎 沒有了啦 沒有了 所以過期台灣人的老母 都跟他講一件事 不要嫁給外星人啊 不要嫁給中國人 有沒有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他知道種族要被滅掉了啊 人家進來就是被滅你的啊 所以他是 他或許沒有想得那麼清楚 但是他是發自內心 一個保護自己後代的一個 發自那個卑微的呼求的聲音 不要嫁給他們好不好 他知道如果嫁給他們 染下去之後 就沒有你這件人了啦 沒有這件種不見了 所以中國人就假笑了 一方面保育熊貓 喔 下死命 熊貓在那裡不見了 這世界上不能沒有熊貓 我就請國家的力量去培育熊貓 給牠長越多越好 一方面這樣 對你西藏人 對人你怎麼會滅掉 為什麼呢 對西藏人你怎麼會滅掉 害得西藏人 達賴馬拉拉必須帶著一批人 逃亡啦 逃到西藏 印度德蘭沙拉 美國人還幫他付房租了 所以他跑去那邊做什麼 留他的種 要留他的症 不要叫人到沒去啦 了解嗎 所以全世界的人 你可以嫁白人 你可以嫁日本人 你嫁什麼人都好 你嫁黑人也沒關係 但是你偏偏就不能嫁給中國人 為什麼 不是我種族歧視喔 就算蟲出去的人輪不到我們講 人多的人才是種族歧視 我們是人少的人 沒有的材料跟人家說種族歧視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他的國家對這塊土地沒有野心 了解嗎 他是對你土地有野心 用人的方式把你處理掉 他就不用打仗啦 所以我剛才說 你誰都可以嫁 就偏偏不能嫁給支那人 就是這個原因啊 因為其他的人 只有支那人對你這塊土地有野心嘛 其他非洲人敢對你有興趣嗎 沒有啊 美國人也對你沒有興趣啊 沒有要你吃起來了 反而我們台灣人嫁台風 大家族群融合 都到底哪個不好 傻瓜 最沒有資格講話就是台灣人 M174的後代都快沒有了 你還在假大方 嫁笑 鏡都被滅掉了耶 知不知道 M174的後代 爭起來了 這寶寧你的後代啊 我先講科學證據啊 我還沒在講種族歧視啊 我在保護你的種啦 歧視什麼 我們是被歧視的對象啊 是應該我們站出來 吼你們不要種族歧視 我們不要把我們滅掉耶 不是他們 輪不到他們講耶 輪不到這樣支那難民講耶 輪不到他們講這句話耶 但勾刷之後到現在剩下多少人 本來是日本時代勾刷多少人 現在剩多少人 就偏偏最支持國民黨還是這群人 搞不清楚狀況喔 現在剩下了嗎 科學證據跟你講的你要醒過來了 來 下一個 來 猶太人喔 以前六百萬人被人家屠殺 所以他通過一個 在1951年的時候 他有一個叫什麼 什麼叫做種族屠殺 有定義的喔 定義裡面第五條是什麼 強迫把你的小孩子送給對方受教育 就是強迫把你的小孩子送給對方受教育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情況 我現在為什麼要講北京基跟你溝通 不是講我們希臘牙語跟你溝通 因為你語言被滅掉了 我們說日本也是正常 因為大日本帝國嘛 過去那群我們阿公阿嬤的 日本所有告約回到台灣撒了 語言全部換掉 所以他的學位都沒有用 歸零 是這樣子的耶 語言被人家換掉耶 把你的小孩子送給對方受教育 就是這個種族滅絕的第一步耶 就是在很直接的種族滅絕耶 因為你怎麼大後來想說 他是中國人 死啦 完蛋了 你上一台去用台 一台去用台 你這台去抓去做兵 後一台去抓去受他們的教育 那也不是種族被滅掉是什麼 還不知道嗎 還不知道嗎 大家還假銷什麼 來 下一張 這個嘛 資源回收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我待會兒跟你講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高跟畫的畫 藝術家都會講這個問題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是什麼 我們往哪裡去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我先解釋給大家聽 我對講不是講說 人跟人之間 以前都是部落的形式 部落跟部落之間會打仗 打仗目的是要爭奪水 水的資源或者土地 對不對 通常一個族把一個族打勝了以後 他要做什麼事情 把全部殺掉 你知道嗎 以前部落是很殘忍的 現在你在這次看的就是這個 中東地區就是一個部落殺掉其他部落 全部不會給你留後代的 為什麼 怕有一天報復 可是後來顧起來這樣也不對 這樣抬了之後 土地變大了 那誰去種啊 所以他要做一件事情 比較老的 更聰明的 更有力的 都不是給你抬了之後 男生的都抬了 村的老肉父爐給你留下來 老肉父爐做什麼 去種田 時間到了 抽稅 就這樣子啊 這種人本來要被殺掉的 又抓回來做事情 叫什麼 我給他一個名字 這是我定義的 資源回收人 本來就是勒奔鎖 叫做資源回收 這種人叫資源回收人 我們隔壁就是一個資源回收城 叫香港 資源回收人做什麼事情 每天只會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咚咚 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咚咚 就這樣子啊 其他他不管 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資源回收人是什麼 沒有腦袋的身體 沒有腦袋的身體 你知道嗎 香港就是這樣的嘛 所以那時候 好像是鄧小平那時候說 香港回收嘛 97本來是英國人在統治嘛 英國就派一個 特首或一個總督在那邊 時間到睡抽 帶回英國這樣就好了嘛 香港人這樣運作了幾十年以後 中國要收到回去了 他說舞照跳馬照跑 對吧 你繼續玩你了 沒關係 時間到我再抽回來 抽掉就好了 就是這樣啊 香港人其他事不管的 只到發覺說 現在中國要收回來 因為香港不能再做台灣的樣板之後 你就一國一制了 不會一國兩制了 香港人跳起來 叫你唱中華人民解放軍的歌 香港人起了 沒辦法啦 唱不完啦 你本來就是他們的 你本來就是中國人 你就應該唱中國九行軍的歌 正常 合理 香港人不高興 不高興沒有什麼辦法 有辦法老早就出國移民了嘛 對不對 都移民加納 97之前都加納 澳洲 紐西蘭 都移民走完了 存在裡面還要害 但是移民走的難道就不是支援回收人嗎 還是支援回收人啦 因為他心態 所以這種人不管到世界哪個地方 都可以被用的嘛 他就從事製造生產而已 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我說沒有效忠的對象 叫做支援回收人 台灣人就是沒有效忠的對象啊 給我們做支援回收人使用啊 每天只忙著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買東東啊 村子沒要打了 我是小人 我從這裡來 要去哪裡 從來沒有人關心啊 沒有 不在乎 我就在乎明天要不要上班而已 明天後天會不會放假而已 村子都不管 來 下一個 就這樣 可是支援回收人也有腦袋 很奇怪喔 你知道他們腦袋是什麼嗎 他的腦袋是叫媒體 你知道這個腦袋媒體的話 他的記憶力有多長 支援回收人的腦袋記憶力 Memory有多長 我跟你講 媒體講多久他就多長 紅作丘的案子一個月就一個月 三綠期一個月就一個月 瘦化劑一個月就一個月 黃色小花一個月就一個月 媒體如果沒有抱著 他的腦袋記憶力就不見了 知道嗎 支援回收人的腦袋就是媒體 媒體對他下命令 他叫他去買什麼他就去買什麼 這叫支援回收人 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這個人口下人都可以了 要改嗎 來 下一張 我不用念這個我時間不夠了 來 下一個 我問一個大家一個簡單的問題 有人說 需要是你講的聽話不好了 我這輩子追求只有一個簡單幾個字 自由 幸福 快樂 來 問大家 醒著 還醒著的人回答一個問題 請問在座各位 誰認為自由 幸福 快樂 是他醫生追求的目標 是的 請舉手 不要客氣 我醫生就追求自由 幸福 快樂 來 好 我跟你講 好 請放下 完蛋了 那我要跟你講道理 我不能隨便就給你漏掉 我跟你講 如果有一個醫生 他說我以賺錢為目的 這種醫生你敢去看嗎 不敢嗎 這種醫生你剛去看 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你敢看嗎 這次好看三四次賺錢為目的 他不會幫你醫死 但是他會幫你醫好 但是賺錢為目的 對不對 不用搬的水就來搬掉 不用直壓他也是給你直壓 看很多 但是如果有醫生 他說我以提供病人最好的 醫療服務為我的目標 我就是要求人 因為他的這種態度正確 所以去看病的人很多 因為看病的人很多 所以他賺了大錢 這樣對不對 合理 所以我剛才講自由 幸福 快樂 應該是副產品 不是你追求的目標 任何人把自由 幸福 快樂 當作追求目標的人 永遠得不到他 再仔細聽 以這個當作你人生追求的目標 你永遠得不到他 反而你把目標設定對 照順序來 我舉個例子 一個男生看著男生 這個男生好像可以給我自由 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他 嫁了沒有幾個月 這個傢伙撩連 再換一個人 又離婚又再嫁給另外 所以他看什麼就一直換 這樣得到自由 幸福 快樂嗎 當然不會 為什麼他手段不對 但是如果他愛上一個人 兩個人便手之足 為了建立一個好家庭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情 好的上班努力 太太也該做他自己的事情 小孩子好好地唸書 最後回到家裡面 晚上的時候回到家裡 媽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然後大家同樣在桌上一起吃 就是享受自由 幸福 快樂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附帶 它是副產品 當你執行你正確的任務之後 這些副產品會伴隨而來 它沒辦法單獨被抓來享受 如果可以的話 我跟你講 嗑藥最快樂 你整個去嗑藥 那個馬上就讓你自由 幸福 快樂 飄飄欲鮮 那你每天嗑藥嗎 對不對 我跟你講台灣人對東西 是要按照順序去吃搞不清楚 我隨便講 我剛才講說性 性需要放在婚姻 就是婚姻的架構底下去享受 才是最好的 你把它單獨丟出來 要給享受性 那就扭曲了婚姻 你兩者都享受不到 婚姻也毀掉 性也毀掉 大家知道嗎 什麼事情就在包裝 照順序來執行的 不要弄亂 這是有制度的 有順序的 你要得到自由 幸福 快樂 它是副產品 你必須要執行一個正確的事情之後 是伴隨而來的 所以很多台灣人說 你說那麼多法律 有什麼了不起 我現在已經駐地堡了 我開了這Bugatti的跑車 那怎麼樣 是怎麼樣 這就是你順序弄錯了 雖然你開駐地堡開Bugatti跑車 但是你的臉上寫著叫奴隸 你怎麼知道 下一張 就這個 你再怎麼抗議 五十萬人 一百萬人上街 沒有用 你都在這個階層 這是被奴隸 你上不去的 有人說 許老師這樣換成美國戰 你不也是奴隸嗎 是 但是不一樣 好過於被這個流亡政府 所以人家就講說 民主黨說 隨便一個就算笨蛋 放在總統府那邊 也可以當你總統 你在怎麼抗議 法律不會改變 是他來制定你的規則 不是你制定他的規則 所以你在怎麼抗議 不管多少人上街 都不會改變狀況 因為他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也是執行者 制定者可能是最上面 執行者是他們 你改不了情況 因為你的名字叫奴隸 或者是被占領者 被占領地的百姓 這樣了解了嗎 要知道 我們現在是想出百貨 把這陣看護照 說美國你好歹 你跟日本是第一流 第二流的國家 我是身份日本人 回到你正常狀態 不要被這末流的國家來 給我們領地 是這樣 我們知道自己的身份 現在知道 所以自由幸福快樂 是講給那些 不願意進入法理的人 不願意進入法理 來 下一張 所以大部分的人裡面 因為長期戰爭的結果 大部分都是資源回收人 我也沒有講說我 大家要不要醒一下 我來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記者跑到南極 去訪問那個企鵝 大家有聽過的人 就先不要笑 他說你每天在南極 北極沒有企鵝 對不對 北極是北極熊 南極是企鵝 這樣 那訪問中 你每天都忙什麼 吃飯睡覺打咚咚 就問第二隻企鵝 你每天都忙什麼 吃飯睡覺打咚咚 聽起來怪怪 再問第三個也是吃飯睡覺打咚咚 第四個 你每天都忙什麼 吃飯睡覺啊 記者問說 那你為什麼沒有打咚咚 我就是咚咚啊 好啦 冷笑話講完 你聽不懂 他就是被打那隻企鵝 我就是要咚咚 好啦 回來這邊 這個我是給所有的人的那個 一個社會裡面 所有的人口比例 因為往下的 受媒體的影響越大 資源回收程度越嚴重 資源回收程度 嚴重到一個地步 會變什麼 變動物 變野獸 嚇壞啦 有時候吃就跑掉了 有時候想的 這很回到獸性 野獸的本性 雖然資源回收的人 我跟你說 還是有規矩的 你有高度資源回收化的程式 比如像日本 他們效率很高啊 可是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就是這樣子 他效率很高 你不要嘲笑資源回收人 我來講 我們也是 我們也可以很有效率的 run一個社會 可是沒有效忠的對象 大家知道 有效忠跟沒有效忠 這個效忠你可以是宗教 你這個效忠對象 可以是國王或者政治系統 他是有一個效忠的對象 但我目前沒有效忠的對象 來 下一個 我不講太深 來 下一個 今天時間不夠 來 我直接走到日本的地方 來 上一張 所以今天給你們上課是什麼 從時間上拉長台灣人的史觀 在空間上 從不同觀點給台灣人 在M174的生存角度 決定觀察角度 來 下一張 來 這是給你時間點 我拉成線性的方式給你看 1624年西班牙荷蘭 1683年東年王國 所謂的大清帝國當殖民地 再來大日本帝國一直到現在 然後下一張 過去台灣人在大清帝國的眼中裡面 叫做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返 為什麼 為什麼 幾天給人換 為什麼要換 你不要在你 你把我們祈福才會換 正常人才會去換 一定是你把我揭到不得已 那時候才會這樣 所以你不會治理台灣 所以台灣人會反 這麼簡單 下一張 來 下一張 這張圖大家都看過了 前幾天你們看過 右半邊不是他的 所謂清朝 它就是這些地方 過去我們課本上就講說 正成功降臺灣 對不對 抱歉 我跟你講 真正的正成功降臺灣 只有站這一塊 不是這樣 是事實 你上網去查 他哪有材料降臺灣 我跟你講你們會算數 對不對 請問你降臺灣的時候 派了多少人馬 從北到南 你可以設立多少個點 你多少人馬 軍響你怎麼發 你軍隊連那個資料 連那個錢都沒有 哪有材料降臺灣 要降下去 東半邊第一個就不是你的 往北有荷蘭有西班牙的系統 你怎麼站 難不成你還在打嗎 不可能 所以我跟你講 真正正成功的 勢力範圍就是這樣 降臺南 鄭成功降臺南而已 告訴你一大堆 過去都會被騙去 現在會看嗎 怎麼看歷史 你要對照地圖 對照當時的資料 你如果真的站臺灣 你當初 大概每個月發出來的心想 都不得了了 你又沒有載到本 你收入來源在哪裡 你怎麼站臺灣 我跟你講 日本帝國那時候站臺灣 每年從日本帝國議會 播的預算 多少都瞎清清楚楚 多少億多少億都瞎清清楚楚 就是這樣子 我再講一個更好笑的 更直接的 以前有一家公司 從荷蘭來 熱蘭遮成日治 那時候外國人來臺灣 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商業貿易公司 他就對臺灣做全盤的了解 每個山有多高 哪裡出產什麼 每年幾季 人口多少 當時的貨物的價格多少 全盤做了解 還有傳教士翻譯 當地語言聖經 都有耶 我問你 曾成功做了什麼事情 你跟我調查 連資料都沒有 你跟我站臺灣 一支嘴 青菜公公 人家是有證明的 這個日治到現在 還在荷蘭博物館 你去查 哎呀 哎呀沒有 你去看 人家在花多少錢 做多少的事情 清清楚楚 所以臺灣人不是很想 看這個 看數字 數字會說話 你花錢會說話 你到預算 花了多少錢 買了什麼東西 拿了出來給我們看再說 不要幾句的就說你站臺灣 差太遠了 來 下一張 再下一張 來 再走 好 我要補你們過去沒有的歷史 課本上你們看不到這個 對不對 你怎麼會知道 過去有幾任總督在臺灣 來 我直接唸 你們當初 你們在座有沒有學行政管理的 有沒有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就算你沒學過 你看看人家日本 怎麼獲得臺灣以後 做什麼事情 怎麼樣抵立臺灣 從一個大清帝國裡面 被搞得亂七八糟的地方 把它一生而變 變成大日本帝國 一個很強又富裕的地方 怎麼短時間幾年之內做 來 明治28年1895年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軍政轉民政領臺善後 租稅減免預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創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理番制度 醫院設置阿騙制度 教育制度 郵便電局定期行路開始 督樑改正 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度 銀行 你怎麼弟弟姐說銀行要進出 大量的資金需要 明治29年1896年 第二代總督貴太郎 他只有6月2號到10月14號 做這些事情 過於學校預備 明治29年第三代總督乃木西點 你就看這個下面 華山之際貴太郎乃木西點 鵝魚元太郎 那時候總督後藤新平 明治30年1898年 第四代總督鵝魚元太郎 警察私域官養成機關設置 保甲制度設置 土地水利失業地級調查 大小租捲地方制度 基隆及高雄主管工程 全島道路鐵路建設 醫學院要開設醫院 要有醫學院 準備人才 財政20年計畫 意思是說20年之後財政獨立 獨立計畫 預定明治38年完成 機事公衛 殘竹廢紙 手腳不行 神社創建 學校整備 唐業政策 教育 當然我會給你們看照片 都支持這每個建設 衛生設備 髒腦煙草 專賣制 接下去 戶口調查都有 下一張 你看看 台灣 你倒是上網查就有 台灣預算軍事費用 一億兩千萬多少 有沒有 十年以後調整多少 那如果是什麼 一般關係預算 八千萬角 有沒有 開掛這些總補充額 二四二四萬角 有資料可查 你怎麼建設台灣 花多少錢 來 下一個 接下去大日本帝國 歷代總督司機 在這 再走一下 OK 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台灣的鐵路 真的說短時間裡面 全部弄好 所以日本天后來巡視台灣的時候 坐飛車 住台北到屏東 坐飛車 我們一起去聽 去看 OK 可是他來之前的時候 台灣有一些人鮮信 跟他講說 這很亂 你不要來 可是你看總督 他怎麼回答的 他說台灣思想之惡化 是因為在東京的學生輩 在台灣不過數個人 那時候是搞社會主義運動的時候 台灣有一群人 有一群人照顧 待會兒給他看相比 特丹在多少 請社會主義 未到危險的程度 一般人民是極其忠實順良 敢一視同仁聖恩 絕沒有危險之餘 意思就是說 台灣人很好 很特殊 很守規矩的 這個對照於大清帝國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返 對不對 我怎麼換成日本治理之後 變成超好慣 因為他治理得好 台灣人服 穩服 穩服 對不對 蓋 現在知道了嗎 來 下一個 好 這就是以前台灣人 我跟你講 日本統治沒多少年之後 台灣的教育水準從零 市制度到百分之七十八 那時候在亞洲國家僅次於日本 百分之七十八的市制受教育的程度 很高的 你知道出國留學的人口到多少 二十萬人 二十萬人 這是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台灣人去哪裡旅行 去旅行 去旅行去旅行 歐美 這是歐美留學同學會的照片 我跟你講 在裡面那時候穿的衣服 比在座我這樣眼睛一瞄過去 沒有人穿他像這樣子 差太遠了 人家穿西裝打領帶 你看 女生穿著法國巴黎高級定制服 你們裡面哪一個人是這樣 這個人叫杜聰明 杜聰明 你知道嗎 以前台灣的紳士杜聰明 台大醫院的 對不對 這裡面都很有名的人 這跟我們穿一下 隔馬生 哥倫比亞大學 他也念過冰大 也念過不同學校 這叫黃曹琴 記得這個喔 這是他們的 來 下一張 以前的歐美留學同學路 我把它抓出來給你看 你看 鹽水龍 美術 你看 在佛羅倫斯念 有在美國的 University of Illinois 有沒有 黃曹琴在這邊 貴馬生 有沒有 黃曹琴是怎麼樣 美國一位於 Illinois 畢業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他後來做什麼事情 南京政府外交部 你台灣人怎麼去南京政府 去中國的外交部去做 所以後來才有那件事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背叛台灣人就是這樣 一開始就是這樣 美國人聽到這個 中國人剛好啊 代表台灣人發言 你怎麼這樣去了 知道嗎 他那時候已經加入南京政府外交部 就代表台灣人來回答這個問題 他那時候立場就走向社會主義 所以參加這個南京政府外交部 知道了 還有其他什麼林憲堂 他是去視察 他不是在那邊念書 其他留學 德國柏林 意大利不同國家 下一張 那都1920年就這樣 台灣人那時候水準很高 你看 我跟你講這邊有什麼 帝國大學設置 台北帝國大學 再來什麼 台灣美術展覽會 沒有人在殖民 如果台灣是殖民地 光是殖民 他不會給你蓋博物館美術展覽會 不會啦 幹嘛給一個殖民地的人 這麼高級的教育 歐美人也沒有這樣做 就是因為你是他的領土 一步一步變成日本真實的領土 在那裡走 來 我給你看 直接走好了 看照片 快點 再往下走 我們再看幾張 帝國歷代總督 奉宋局有 再往下走好了 再往下走 我們看照片好不好 我們直接看照片 你把照片 清朝的時候照片 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很快走過 剛才馬接在1885年的時候來台灣 他是加拿大人 在美國Princeton受神學教育 然後台灣 一口人來 第一個飯店叫做皇后旅館 聽說臭臭很多 晚上沒辦法睡覺 馬接剛來1885年 來 下一張 你看 來台灣就把台灣人搬出去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數目幾歲 三十五歲而已 很大命 因為很糟糕 平均數目三十五歲而已 來 下一張 在店裡面吃東西 醫療 吃麵 來 下一張 他就馬上開始對台灣人實施教育 主日學 我一陣翻譯台語的聖經 下一張 來 馬接 來 下一張 這以前大清帝 我剛才說 大清帝我來台灣做什麼 起聖 起廟 抽水 貪污 你看 這幾個 起聖 起廟 抽水 貪污 起聖是政治 起錄是宗教 抽水 貪污 給你錢收來 貪污 就是這樣 比較有希望的官員 怎麼會跑來台灣 都還是被發被邊疆 來 下一張 我都這樣做 來 下一張 再做 再看 都閃了 這以前淡水 走 來 再來 再來 這什麼 還有人知道這什麼 阿祖不是阿祖啦 看來 他在做什麼 我跟你說 這是檳榔起司 檳榔起司 你知道 你知道什麼叫檳榔起司嗎 吃檳榔 買檳榔啊 對啊 我們台灣如果用這樣的人 來賣檳榔的話 保證 吃檳榔的人口會 極速下降 阿嬤又買檳榔 看你要吃 不應該照 找漂亮的女生 穿清涼的衣服 在賣檳榔嗎 這怎麼會減少人口 不會啊 阿嬤又不賓人 這樣最好 來 下一張 西鄉重道 牡丹舍事件的時候 來台灣 下一張 那時候台灣人 那個 高山座的人有出草 就把他們頭砍下來 日本人 說不可以這樣 以後不可以這樣 不文明 來 下一張 再來 那時候 北盤川公親網路奧底 進來台灣那時候 1895年 大概夏天 日本人派軍隊 來 接收 來 下一張 那時候 高山座去 願意降伏的話 你看 高山座的戰士 手都拿鐵枸 鐵枸上面都掛什麼 人頭 那都人頭 一顆一顆都是人頭 一顆一顆都是人頭 對 那才出草 來 下一張 那這個 要用走 那時候就是這樣 那時候 邊爬的人 差不多三千 邊不祖的人 差不多三千六百多顆人頭 日本人差不多幾顆 七百顆 這是他們的那個 慶典 古早做的慶典 你看 有小孩在那邊玩遊戲 那婦女在那邊跳舞 你說他唱什麼 那就是人頭 慶祝的時候 怕人頭在海 沒有開玩笑 那真的是人頭 來 下一張 那時候順番的話 他就教他武器 怎麼使用武器 武器 最新進的武器教他們 來 下一張 好漂亮喔 高山座的 一九二幾年 高山的女生生長這樣 漂亮喔 來 下一張 你看 這都是日本的軍官 下面都是高山座部落的酋長 你看每個酋長 前面都放一個什麼 那都是人頭 那都是人頭 一顆一顆的人頭 每一個人 雙腳之間都一顆人頭 來 下一張 所以小行骨都很小 嚇一跳 都要衛兵看守 來 下一張 這個那時候 高山座一開始跟日本衝突 他不想接受教育 所以就有一天 在園遊會的時候 就攻進學校 把所有的老師小孩 全部殺掉 這個是剛好 有一個日本老師 救了這些妮娜 放在糞坑裡面 躲在裡面 這個屠殺事件 結束之後贏了趙揣 我有其他照片是很殘忍的 那就不看 我們就看這一張就好 就是生還者的照片 下一張 他就開始接受教育 許得高有之後 人的行為就改變 思想也改變 來 知識讓我們得到力量 你如果沒體識就用欺負 大家都是這樣 你沒有對法理沒有知識 你就被人家欺負 被人家玩 來這邊是受到法理的教育 有知識 就有判斷力 來 下一張 接受教育 來 再來 第八連隊 空軍 日本的空軍 來 再來 再走 那時候就開始 小孩子才開始畫畫 大清帝國沒有圍堵 蠟筆開始畫彩色的 來 下一張 我那時候的照片都找出來給你 來 下一張 第八連隊 飛機 來 再來 那時候是帝國 不是在跟你開玩笑 來 那時候的家裡這樣 你們不要看見 來 下一張 第三個 高路的女生 比你現在也比較有氣質 你同意嗎 一排的女生這樣站出來 每一個漂漂亮亮的 那是你阿嬤那時候的 穿他 那時候第一本帝國的穿著是這樣 哪有像這樣 真的叫難民 擱到穿著穿著 穿著做什麼都像難民一樣 阿嬤家 你現在穿 現在沒黑 你也沒有那個氣質 我跟你講 就算我們台灣現在穿 現在什麼也沒黑氣質 大日本地國 你看女生多有氣質 你看整個面穿 下一張 台北鐵路旅社 旅館 來 過來 下一張 來 過來 來 第一女高那個家政裁縫課 來 下一張 這時候我們菲律賓工進去 小孩子在上街遊行 慶祝 來 下一張 來 圓遊會 來 下一張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住在台北也知道嗎 台北工會堂 台北台北工會堂 你說中山堂他好像有名字 不是中國聯合奈民蓋的 下一張 講話 來 下一張 台大醫院 有人看的想說是歐洲 不是 台大醫院 來 下一張 來 再下一張 軍樂隊 那時候台灣台北工會堂 裡面就是這樣 還有電器 來 下來 1820年那時候就有電器 來 三幾年那時候大會堂 你看他的 不用看 我跟你說 只有廚房裡面擺設 鍋碗瓢盆擺 你就知道這很乾淨 也比你現在的台灣人 生活水準更高 撲滷 打撞球的撲滷 上面都有燈你看 漂漂亮亮的 上面西餐廳 你阿公阿嬤那時候 OK 再來 下一張 給你看 那時候叫三三樓 日本全部把它清掉 很難看 大清帝國英文 全部把它蓋起來 三線三三樓 就是有一個快速道路 中間兩邊是慢車道 快車道 還有中間有重速 來 下一個 對 唱歌 這什麼 那時候就有棒球隊了 南門國小隊對抗 華山國小的棒球對抗賽 你說 你看 哪有什麼 木棍去打石頭 哪有那麼可能 沒那麼可能 難民才會玩這種遊戲 那時候老早就有什麼 棒球棍 棒球 手套 你看看 每一個人都有對服 對帽 有經理 有對齊 那時候就是這樣 而且是國小的隊伍 台北市裡面的國小互相對抗 打來打去 我那邊還有幾百張 各種不同的棒球隊的留念照片 不是只有一張 那時候台灣人 是這樣過生日生活的 下一張 唉 你是怎麼有手 有手 日本人來台灣才多 那時候國小打棒球 就像日本人打棒球 K弄不是打到日本去嗎 你的思想如果再不改的話 你受到教育也不好 你看你的出發點 第一個就是懷疑 你不會想說這就是台灣人 那就是台灣人 台灣人也是日本人 我這樣直接跟你講 台灣人也是日本人 對不對 你現在採取的觀點說 那不是 過去日本人給我們欺負 騙一笑 日本人欺負會坐台北施工車 會開工會堂 跟日本人幾十個人在那邊享受 也開玩笑 哇 哇 來 下一張 這公共汽車 台北施工車 來 再來 沒關係 那也不用說 我們給你看就好 來 台北車站前身的前身 再下一張 神社 來 下一張 超山 下一張 這是什麼 建中的學生 建中的學生 建中 來 下一張 這是什麼 不是啦 博物館 館前路走到底就是博物館 博物館 你會在殖民地蓋博物館嗎 不會啊 全世界殖民地沒有人在蓋博物館的 博物館是只有他們自己的國民 才會蓋博物館 來 下一張 榮丁 就是現在的衡陽街 來 下一張 從上面照下來 總督府 總督府 這是那時候的照片 不是現在的總 現在沒有總統 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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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台灣是總督 來 下一張 北頭的電車 漂亮嗎 下一張 下一張 台北站在live 我現在這個照片 這個是從美國時代雜誌照片 照片 那時候穿他就這樣 OK 下一張 不用說啦 我媽媽就是第三女高 第三高路 剛才那時候 就是這樣 有什麼好講 只有日本人念嗎 不是啊 台灣人在討論 這就是那個明治橋 座後面就是銀山 現在去飯店 麻煩給他 賭掉 就是這個 下一個 來 下一張 再來 破海谷 台灣人 台灣博覽會 那時候就博覽會 博覽會 就是歡迎全世界人來看 你沒有建造一個水準 不會做這種事 來 下一張 台灣博覽會 來 下一張 你看 來 下一張 新公園上面 下一張 後來的台北車站 你看 日本是來去第二次的台北車站 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 頭前那個嘛 就是這樣 台北車站 以前來的台北車站 就是這張照片 下一張 這是偏迪化間那邊 下一張 你看 那時候的 大學一年級 物理系的學生 臭屁齁 來 下一張 抽菸 喝咖啡 那時候的 大學生 來 下一張 這什麼 這在公園裡面 辦一個國際標準舞比賽 國標舞 那時候跳國標舞 日本的老師來台灣 你看那時候人在穿他 拜託 不是說贏過你們現在 他穿的衣服 絕對贏過你們現在穿的衣服 他穿著打扮的搭配的方式 不會亂搭亂配 是啊 你們阿公阿嬤的時候 拜託 你現在輸你們阿公阿嬤去 來 下一個 很夠青的 還會穿著 下一張 來 來 當陳县 就宜姓 來下一張 來 這張 再走 那時候整腳足東的小地方 都有什麼 幼稚園 到處都有幼稚園 連足東一個小地方 也都有幼稚園 老師一樣 規規矩都教 小孩子穿衣服也是很整整齊齊的 打理都很乾淨嘛 來 下一張 新竹車站 下一張 我現在是全台灣四個都有 再來 還有朋友 那時候就是 不是後來蓋的 日本時代就這樣蓋的 再來 海軍下來 來 沒關係 綠川 台中的 來 再來 台中那時候很漂亮 你看 這個 這叫都市規劃 都市規劃 棋盤式的上空空拍圖 你就知道了 下一張 來 再來 再走 天皇來台灣的時候 各國文武百官在旁邊 OK 下一張 我待會給你們看影片 下一張 再走 台灣那時候香蕉出口 香蕉 你看那時候 賣金酒的人怎麼賣賣金錢 連他穿衣服都是很有特殊的 下一張 再走 再走 來 那時候的台灣人 台中神社 不是在日本的 台中神社 來 再走 你看 那時候街上的 你哪兒的小朋友 這不是在日本的 台中神社的祭祀點 來 下一張 台中神社 來 再走 台中神社 你哪兒的 再走 有可愛嗎 阿公不要逼你現在 來 再走 阿公的時代 來 再走 台中中車 來 再走 台中知事 來 來 騎买車 來 下一張 台中市 來 再走 綠川 綠川 再走 你看 楓源家政女學校 上課的時候的照片 每個都很漂亮 拜託 來 再走 妻子只有帝國的人才有妻子 來 下一張 這是嘉南大俊開工的當天的照片 嘉南大俊開始起工 來 下一張 神木 阿里山 來 下一張 嘉義農地 農林學校 雅球就出名了 家農 來 下一張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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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走 你看 我跟你講 看這個 先不先進看幾個東西 電火條 還有看 路燈 那時候就有路燈 這是本時代 阿公阿嬤那時候就有路燈 來 下一張 你要看 建設要會看 不是只看好不好看 你下一張 來 再走 這個是什麼 水源地 我給你看都是重要建設 你要有自來水 一定要有水源地 那邊乾淨的水才輸送 配到每一家裡面 打開才有水 這裡的 對 彰化水源地 這裡 下一張 來 你看那一陣 來 再來 雲林 剛才那雲林 好嗎 來 再來 台南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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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氣質 台南女中的 台南女中的 很精采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下一張 台南 再來 再來 再走 再走 台南 日記 台南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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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師範學校 再來 再來 走快點 來 看看 來 我們給他看照片 來 再走 那時候美軍轟炸高雄港之後的照片 空拍圖 下一張 再來 這是大狗 再來 天皇來的時候 在海軍一隊 那邊陸軍一隊 很漂亮 來 下一張 高雄市議所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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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 高雄州塘廠 再來 再來 那時候工程 高雄 來 再來 好像現在的照片 我跟你講都是193幾年的時候的照片 來 棒球 國內的棒球 嘉義式軟式棒球賽 OK 到處都是棒球 那個普遍不普遍的 再來 高雄那時候就用這種東西 在運東西 下一張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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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基礎 港口在運貨 來 再來 壽山 高雄壽山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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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園遊會 你看那時候幼稚園 都已經搭帳篷 然後吃東西玩遊戲 來 再走 來 高雄水產事業學校 學生畢業的時候去Party 開Party 喝酒 做樂 來 下一張 再來 鳳山 再來 屏東 這是屏東的部隊 我們屏東的部隊 再來 再走 再走 這是鵝鵬鼻 來 全家出遊開車 你看 穿和服 來 再走 一分起來 再來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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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產品試吃會 屏東便當試吃會 來 下一張 好 這是屏東公園 來 下一張 屏東婦女會 我告訴你女生要會看一件事情 怎麼穿衣服 她怎麼打扮她的小孩子 除了自己會穿 你要打扮小孩子 你看 有和服 有穿上 都很漂亮 你看 要穿什麼 姿勢 照相 我跟你講你們照相不要這樣子大喇喇的 測一下 好不好 好不好 要一個style 不要這樣大喇喇 一瓶去衝上 很難看 要有戰有戰之座的座相 好不好 來 下一張 好啦 不看了 我們看影片 來 播 我看到 一方面的 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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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和光的台灣 這是我日本的富豪泉 在日本領土之中 只有一種熱帯及安熱帯地 189年4月17號 下關條約簽訂之後 台灣回族了解 明治28年拍的影響 加巴山海軍大将是第一代的総督 在台北上 在街上有情報 北白河宮、吉他新農殿下的五大輪 ここに総督政治の姿勢式を挙 次来四十一世曹 今日の絢爛たる軍が台湾を生んだのであります 海嶺前の台湾は新国政府より次外と共同時点放置 以前被叫做化外之敏 日本之後改曆之後 變成成成名 日本這個帝國成名 你看多少消防車 最新款的消防車 自一個都市 基本配備 地方制度改革に 軍事に各藩の事業は着々整備し その成果を挙げ 次に今日のごとく まったく 赤日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 核のごとく 短日月において 高成績を挙げたものは これ必強我が公室の一致 同人の警察 は申すまでもなく また官民一致 効力の 台北夜景 台北夜景 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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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 台北京 台北京 我彼らの大天国 中国の世界輝き 光る 寒寒 明る 理想の摩天皇とは 啊 揺るぎ泣き 陶磁の印 ここに市民の誇りとはゆる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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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督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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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東府以北 今叫所謂的中華路 以法街 小姐身材都不做 工車 工車招來招去 但是 但是一般 台湾的文化様式的土地 是 主要街路 是 或是 五盤的目的 是 淡淡 大通 是 人道 是 那 是 我國 是 独特 是 浩尼県 是 停止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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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車站老人有三連車 也有 taxi 計程車 計程車 也有公車 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 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 あの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 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台北工会堂 看 保護館 漂亮 髮把 omi 新しい 日 日 最近一半都破來台灣建設 原始本來都抗議 所以一直有所謂的舊社區跟新社區 有一個對照組 你把居民搬到 從頭線 你會看他那邊的建設 滿中國的味道在裡面 就好像不同的領域 你以後就來 大小天的路橋 應該是龍山寺 你可以做對照組 兩個做對照組看一看 有什麼差別 你看連腳都走出來 阿嬤的腳要綁腳 走的腳 我們是阿嬤的腳 我年會比你大 你看 就好像到了中國的都市裡面 你看 都比這類的 剛才那個對照組 你看 就另外一個世界 好像另外一個世界一樣 藍澤會 一比一高 現在淡水河 我看到兩百多年的影響 日本人哪一種用要改 一步一步 北投溫泉 你不然一種的衝 最後九二神 今晚又有喔 有的 溫泉博物館 這只有一間點 大部分都不要 你看 這一下 這一下 不是啊 你怎麼穿 GOLF啦 打高爾夫球 日本是打高爾夫你摸 一直都怕GOLF 現在都知道 日本時代的生活水準也很高 所以真的人來不知道 像自來水 自己從牆壁也照出來 那只要是先進帝國啊 先進國家啊 亞洲一族感 你看 你看 你不是看誰啦 我要看你看路燈啦 你看 看圖片來看 你看 你看 茶葉怎麼做 那時候台灣的地很出名 你看他製作過程 你們如果從事製造業 你看製作製成 一開始是這樣子 你看那時候台灣人是怎麼做地 機械化 都用機械化 生產線 你看 一貫作業啊 你看 包裝輸送袋 那個時候就這樣子 1930年就是輸送袋 先進啊 做事情那麼多 你看 整整齊齊啊 你看有漂亮嗎 你看有漂亮嗎 台中你看 台中成為日本領主 你看 路燈多多 你看 現在都一萬七八糟 有台灣的京都之稱耶 京都耶 彰化銀行 這流氓進入怎麼會給你看這相片 怎麼會看這影片 怎麼會看這影片 給你看 看 他把他退步的時候 那裡提示 就已經這個水準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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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看 你 偏遠地區 所有地方都是一本的地方 都好好建設 每個地方都去看 我幾年給你做這樣 你看你只要知道電力的話 24萬萬 你看我們配當海 你只要高壓電線 日月南往北往南送電 電氣化 infrastructure 都做好了 後期2200年代 要全部建設 台湾還在人員規範 所物混沌的時代 你的死官也是有問題 西蘭 你現在要修正 低聖功的領代 民庁的錢 各時代通過本島成立的中心 文化、商業、文化的輸入 阿里山的火車 運木材 它不是開墾 還有種植林 先天右極的 スパイラル和 數回的スイッチバック 下降 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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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巨材,本邦製材工程中 稀少看到的東西 東洋一的製材所 因為是砂糖 砂糖的產業在台灣基本上建設起來 帝國製堂,珠智慧社 你看,建工廠你要注意它有鐵路 蓋工廠,鐵路是運送貨物 整整齊齊的工廠建設方式 我們有知道建設工廠規格 你看,那時候 A井已經都使用這種機器了 機械化,農業機械化 15公里的工廠 本來是文化的程度 砂糖原料 成果,煉乳,缶詰 其他工業的工業 消費高 在前兩倍以上增加 一人當中13公里 日本的砂糖消費高 日本的砂糖消費高 ここ10年間 平均70萬皮靴 增加 台灣農夫的情況令人羨慕 有鑽頭 工廠 機械化學 音に乗せられ 清糖の第一関門で汁を絞り取られ 絞りかす すなわち馬かすはそのまま ボイラーの釜に入って燃料となるのであります 糖蜜からアルコールが作られます 燃料国策から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も近時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が 分けても無水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 清糖会社が犠牲を払って国家の燃料国策に従温せる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 消毒府糖尿試験所では 館所から摂取するアルコールの純粋度の多いものを作るごとに 多様にして 復進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 我が国の燃料自給自足の国策に台湾の清糖会社は 一大貢献女さんと準備中であります 這是你阿公阿祖一陣穿的衣服 抱抱きゃ 感覺不出來ね 作實驗 在實驗室裡面要穿實驗服 10カ年の日誌を追加して 昭和5年4月に竣工されました 産後丹の省あるこの貯水池は 周囲58里 村山貯水池の4倍あるといいます 東洋第一の水利事業で 台南集火15万豪雨に給水しております 水路の延長は幹線26里 4,280里 この大衆が竣工して以来 米、寒暑等の増収が年額24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ます 三年輪作がこの給水事業の特徴であります 水路の中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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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路の中に 南部最重要的要項 是高尾州的首都 海岸線的極極極少本島 北京的南高尾 南北高尾港 台湾南部的物産 砂糖、米、檸檬、 セメント等の輸送に重要要項であり また沿用漁業の本拠地で 同時に帝国南進国策の削減地であります 高尾は近似工業都市としても ますます躍進しております 今後の高尾の薬品は 今後の高尾の薬品は どうやっても生涯があるか どうやっても考えるか どうやっても整体計画 どうやっても作ったり 日本人は台湾人 台湾人は 台湾人は 日本人は 內地是日本 豪華版航路 未開市的開拓 面貨的栽培 特色金融事業 主持拡作 台灣人 還未開拓的期間 看那個小孩子穿的衣服都多告解 連小孩子都會戴著漂亮的帽子 這時候有地下電纜 從日本 海底電纜直接套到台灣 又無線通信 內地跟台灣的無線電話 內地跟台灣的無線電話 定期航 大家會打 阿祖是台灣一定想 我們常常接受 産業和経済的難新國策 我們都不必須 全國一致 我們高校做回來 有大學生有專科畢業生 有當老師有當警察 我們都不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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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燈 我跟你講 補充了你們這塊歷史上 Missing Part 不見的那一塊 重新想過 搞清楚 補上你們的歷史 你們全部的時光會改變 我們今天課上到這邊 下課 各位同心 如果個人識別症還沒有拍的 還沒有拍的 等一下吃完飯 六點半 到前面辦公室 找工作人員拍照 六點半 下課休息 餐廳用餐 從中間那間教室不要走進去 從外面繞過去 好 謝謝